最漫长的一日 最温暖的陪伴 每日与主同行 扎寻一生信仰的根基 伴你成长 我是阿清 约伯记十三章 二十至二十八节 上帝呀 求你应允我两件事 使我能面对你 请把你沉重的手 从我身上挪开 也不要用你的威严恐吓我 现在请你召唤我 我一定回应 或让我对你说话 由你来回答 请告诉我 我犯了什么错 请指出我的叛逆和我的罪过 你为什么转背不理睬我 为什么待我 像待你的仇敌 你会恐吓风吹的乐业吗 你会追逐干枯的墨罕吗 你写下严厉的掃状指控我 追溯我年轻时所有的罪 你吸我的脚带上枷锁 你监视我一切的道路 你追踪我所有的足跡 我日渐消瘦 像腹瘤的木头 又像虫柱的外衣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 最原始最真诚的呼喊 有时苦难会让我们变得沉默 在极度痛苦的时候 我们祈祷也不知道可以说些什么 或者 约伯的祷告可以给我们一些提示 约伯的祈求很简单 他求上帝尋重的手从他身上挪开 又求上帝不要用威严恐吓他 你会说 约伯没有赞美上帝 没有感谢上帝 他只是很直接地祈求 没错 在痛苦中 我们可能没有心情赞美 也都不懂得感恩 但是上帝容许我们单刀直入 讲出我们心底最真诚的恨求 求上帝不要再攻击我们 不要再威吓我们 这样的祷告 不是正是受苦者最真切的呼喊吗? 原来 上帝容许我们在痛苦之中 发出最真实的祷告 讲出我们最迫切的需要 哪怕单是祈求 甚至是哀求 没有赞美 没有感恩 上帝希望听的 是来自我们心底最原始 最真诚的呼喊 如果你在苦难中 找一个无人的角落 好好地在上帝面前祈求 好好地在上帝面前 掃尽你的心底话 你正在痛苦中沉默吗? 不妨向上帝发出呼求 多谢你收听 由和谐频道制作的 每日与主同行 材料节六字 汉语圣经协会出版的 天天亲近主 欢迎您在我们Facebook 留下您的足迹 明天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